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就打算和大家說說76年前的今天的一場談判 重慶談判 沒錯 大家都知道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 宣布投降之後 當時就立刻面臨了一個問題 因為本身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時候 就統一抗日 統一戰線 抗日完結之後 對於中國未來的路怎麼走 就開始出現兩個黨派之間的不同意見 所以在1945年8月28日 當時毛澤東率領中共的代表團 在美國駐華領事克爾利的陪同之下 就飛抵重慶和蔣介石展開談判 毛澤東去到重慶 你覺得當地人民是歡迎還是什麼感情? 一半一半吧 這個是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 原本重慶就是國民黨的大本益 但是毛澤東飛抵重慶之後 居然是非常多人民湧大 所以這個蔣介石為了展現他自己 國家領袖的風度 就設現款待中共中央的代表團 並且和毛澤東在這個會談之前 就說到任何問題都可以坦誠地說出來 並且你可以盡量發表你的意見 那你覺得這個是不是他真心的說話呢? 只是客套說話 沒錯 其實蔣介石在私底下和國民黨的一些要緣 關於這次談判的策略當中 已經提出了三大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 不得在現在的政治法統以外 來談改組政府 其實就是不希望成立一個聯合政府 第二個原則就是 不得分歧或局部解決問題 要一次過解決 其實背後他是想怎樣呢? 想一次過收回 當時共產黨所控制的解放區和軍隊 那沒什麼可能 是啊 那如果不可能的時候 那他想怎樣呢? 打仗 沒錯 發動內戰 第三個原則就是 歸結於政令和軍令之統一 一切問題必須以此作為中心 其實意思就是說 對中共在政治上可以予以寬容 但什麼的統一一定要嚴格要求呢? 軍事 沒錯 所以其實大家都明白 他背後這三個原則的中心思想 就是要中共交回所有的解放區和軍隊 而毛澤東經歷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後 他誤出了什麼道理呢? 要有軍事力量才可以鞏固政權 是啊 沒錯 所以當時毛澤東就是說 槍桿子女出政權 那不能夠只是靠不桿子 所以其實他都一早看穿了 國民黨蔣介石的這個把戲 那去到重慶之後 當時毛澤東聯絡了一個 我們現在所說的民主黨派人士 張蘭 張蘭其實就是這個民盟的主席 那時毛澤東訪問這個張蘭 張蘭就跟毛澤東說 他並不相信這個蔣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誠意 這些全部都是假象 那時毛澤東當然明白這件事 所以他那時就說 我們就來一次假戲真做 讓全國的人民做這場戲的觀眾 看得出哪個真哪個假 分辨出是非 才令到這場戲有價值 當時中共中央在這場談判之前 也制定了相應的策略 第一個原則 他們要求這個談判要針鋒相對 而且一定要維護人民的利益 就是要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是當中人民武裝的一顆子彈一支槍 都不能夠交出去 不能夠放棄自己擁有的這個堅強的後盾 而第二點就是 在不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時候 是可以作出一些相應的讓步 以換取早日得來的和平民主 這一點同時都可以擊破 這個國民黨當局內戰的陰謀 令到共產黨可以在這場談判當中 拿到一個主導的政治地位 而第三點當然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談判 是不是只在談判桌上說這麼簡單 還要看看全國的局勢 當時這個談判的第三點原則 當時中共制定一定要以武裝 作為談判的堅強後盾 即是說如果你在談判桌上 講得多勝利也好 如果外面的軍隊被人打殘 基本上你是沒有任何籌碼的 而第四點其實中共一早已經意識到 不要幻想在這個談判上面 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更加不要相信寫在紙上面的東西 因為根據之前國共合作經驗來看 國民黨是有反面不認人的前科的 所以談判開始的時候 當時談判的主要代表就是 中共的美男子 周恩來 和黃若飛 國民黨方面包括了張群 張志忠等等這些主力 一開始環繞的話題 都是環繞著解放區和軍隊的數目 中共本身的計劃 就是把解放軍編為十六個軍 四十八個師 但是國民黨就不同意 它要求當時中共只能夠保留十二個師 當然曉耳大意就說這些軍隊 全部應該成為國家的軍隊 不是屬於中共或者國民黨的軍隊 所以你不需要保留這麼多 但是大家都知道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候 正正就是因為中共沒有軍隊 所以基本上被人屯滅禁制 所以第一階段 在八月份開始談判的時候 很快大家就陷入一個僵局 當時毛澤東就指示這個談判團 我們可以做一些適當的讓步 所以到9月19日的時候 周恩來就提出新的一個方案 就說中共軍隊可以縮編為二十個師 並且願意撤出海南島、廣東、浙江、蘇南、遠南、湖北、湖南 以及河南八個解放區 但是保留華北四省由我方管轄 這個明顯是一個很大的讓步 但是國民黨當局依然認為 中共要保留華北四省 其實是想割據 所以這個談判依然沒有任何成果 在談判卓之外 其實當時的國家局勢發生了什麼事呢 1945年8月 自從日本投降之後 蔣介石為了迫使中共在談判桌上屈服 你覺得他會怎樣做呢 在軍事上施壓 沒錯 那時候蔣介石第一時間調兵遣將 分別下令在南方主要地區 包括廣東、浙江、山東、江蘇一帶的國民黨軍隊 向這個解放區發動進攻 所以在8月30日 即是當中共的代表團在重慶談判的時候 那時候 中共中央、劉少奇、朱德和任白時 就發了一封電報給前線的賀龍元帥 那時候還不是元帥 就跟賀龍說 目前前線最能幫助談判的是什麼呢 擊退國民黨的入侵 沒錯 就是在解放區的一些保衛戰爭當中 取得幾個重要的勝利 所以在9月10日至12日 在山西發動了一場上黨戰役 將國民黨鹽石三部的3.5萬軍隊 全部殲滅 而且在另一方面 剛才有說到 在這個談判中 當時中共最後是要保留哪裡 華筆 沒錯 因為1945年8月8日 當時蘇聯根據瓦爾塔會議的精神 宣布由8月9日開始向日本宣戰 所以8月9日 蘇聯紅軍出兵東北三省 並且痛擊當時東北的日本關東軍 解放了很大量的地區 所以當日軍投降之後 當時國民黨軍隊主要集中在 在南方 沒錯 所以東北大部分的地方 突然出現了一個權力震兇 去到9月14日的時候 劉少奇接到企業寮軍區的司令員 曾克林的電報說 當時東北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日本軍投降之後 而蘇聯的紅軍進來東北 只是集中在大城市那裡 基本上各地的秩序非常混亂 但武器和物資周圍都有 因為關東軍佔據東北已經一段很長的時間 自918事變開始 所以那裡也成為日軍本身的大本營 所以劉少奇當時指示在東北要成立東北局 並且從華中和華北派演100個團的幹部 去東北 而且當時是怎樣說呢 是不需要帶武器 穿著便衣去到東北 找東北局就可以了 因為當時實在太多物資在東北 在這個局勢之下 當時中共將這個戰略 以8個字來概括 就是向北發展 向南防禦 並且將當時新四軍的主力 由江南轉到江北 並且從華東和華中抽調10萬的部隊 北上 所以事件到1945年10月1日 當時新四軍發了一個公開信給全國人民 名字叫做《關於江南部隊不設事告全體民眾輸》 裡面說到當時《國共和談》當中 毛主席為了顯示出我們這個和平民主的誠意 就主動將這個部隊撤出江南 目的都是一個避免發生內戰 這個也是共產黨當時有一個非常大的讓步 這個當然就是表面一層的意思 但另一種更深入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將新四軍 由國民黨擁有大批駐軍的南方可以撤出 這個也是保留了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的軍事實力 並且在這一次的撤軍之後 將整個的政治壓力轉移到誰呢 蔣介石 沒錯 因為這個就撕破了蔣介石當局 講共產黨不要和平的這個方言 就是主動撤軍 這場談判由8月28日 非抵重慶開始 經歷了43天的和談 最後蔣介石在各方的壓力之下 在哪一天簽訂了這個協定 10月10日 沒錯 這就是出名的雙十協定 協定當中 在解放區和軍隊的問題上 國民黨就拒絕承認解放區的合法地位 但同意維持現狀 而共產黨也承諾撤出江南 並且將軍隊縮編成為20個師 當時10月11日 毛澤東和談完畢 就回到延安 當時在延安的不少中共黨員 對於撤出8個解放區的決定 都感到困惑 為什麼我們要放棄這麼多擁有的地方呢 毛澤東就和他的同志分享當時的局勢 就說國民黨一方面和我們談判 另一方面就積極進攻我們擁有的解放區 直接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 當時有多少人呢 80萬 而當時中共擁有的軍隊 只有120萬左右 對於當時的8個南方的解放區來講 不是在打仗 正在準備打仗 所以都是維持當時的8個字的方針 就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 說到為什麼要放棄這8個解放區呢 當時他就說 因為國民黨要翻回他的大本營 在哪裡呢 南京 沒錯 所以南方的這些解放區 就在他的床邊 或者回去的路旁 所以國民黨不安心 他們怎麼都會來爭 現在我們主動放棄了之後 反而有利於擊破國民黨內戰的陰謀 而且也取得國內外廣大的中間分子的同情 或者支持 從而可以爭取局勢的發展 有利於全國人物 不過大家看過歷史都知道 這場和談 簽訂這個雙十協定 並沒有改變到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的決心 所以之後也未能阻止國共內戰的爆發 不過在這個重慶和談當中 毛澤東也盡量利用這個時間去聯絡了不同的民主黨派 包括剛才我們說的民盟主席張蘭等等的人 這個也確立了當時中共一直說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盡量去團結不同的民主黨派 去為求全國人民的利益著想 而且剛才提到的向北發展 向南防禦 亦可以說是為了之後解放戰爭的勝利 做了一個最根本的基礎 今集關於重慶談判的故事 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點贊 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下次再跟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 拜拜